当你真正懂得看破不说破时 你的内心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宽敞 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人 但是灵性高的人会选择接受这些不完美 学会放下 他们认识到所有的遭遇都是暂时的 都是我们成长到路上的风景 面对困境和挑战 他们不会费力的抗拒 而是选择用一颗宽容的心去理解和包容 这种能力让他们在生活的舞台上 总是能够保持一份从容 即使在最动荡的时刻 你有没有想过 放下其实是一种选择 而这种选择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放下不再服务于自己成长的事物 意味着我们不再被过去的错误或失败所束缚 这不是逃避 而是一种深刻的认知 那就是我们无法控制一切 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反应 当你学会了放下 你会发现自己更加接近生活的本质 更能够活在当下 这种活在当下的能力 是灵性高的人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他们不纠结于可能的未来或是无法改变的过去 而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到现在的生活中 这使他们能够拥抱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 无论是好是坏 想象一下 当你不再把精力放在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上 你会释放出多少空间来接耐新的可能性 这些新的可能性可能是未曾计划的旅行 新的朋友 甚至是一次职业上的转变 这是因为 当我们放下对结果的坚持和期待时 我们才能真正的打开心扉 迎接新事物的到来 这样的生活方式 丰富而充满未知 是不是让人感到既兴奋又有点小紧张呢 放下并不意味着你不在乎 不努力或不追求卓越 相反 放下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努力 是对自己的一种深刻理解和尊重 想要达到这样的境界 我们需要经过不断的内在探索和自我提升 这包括了解自己的限制 认识到自己的潜能 以及学会在生活的波澜中保持平衡 第二 随和与适应 在探索灵性和人生的路途中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 那就是看破不说破 这句话背后隐藏着深邃的智慧 这不仅是一种选择 更是一种能力 有时候 明白事理的人选择装傻 不是因为他们不明事理 而是因为他们更明白 在某些情境下沉默示金 这种选择展现了一个人对于情境的敏感度 以及对于人性的深刻理解 谈到随和与适应 我们不得不提到道家的哲学 道家哲学教导我们 宇宙有其自然的流动和节奏 当我们学会与之和谐共存 随遇而安 我们的生活自然而然的减少了摩擦和冲突 这就是无为而至 一个看似不做什么 其实却让一切各就各位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快节奏 高压力的社会中 随和与适应的能力尤为重要 它不是消极的逃避 而是一种积极的 智慧的选择 学会在不可避免的变化中 找到自己的利俗点 不被外界的纷扰所动摇 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生活技能 那么 这种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 它需要我们有一颗宽容的心 当你能够接受不同的人和事 你就能更加自在地 应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 其次 这种能力需要我们放下执着 学会放手 让事情顺其自然的发展 不仅可以减少内心的挣扎 也能带来更多的和谐与平静 实际上 无为而至的概念 在现代生活中 有着广泛的应用 无论是在职场中 处理棘手的人际关系 还是在家庭生活中 调和各种矛盾 这种态度都能帮助我们 达到更好的沟通和理解 事实上 当我们能够用一种轻松的态度 来面对生活的挑战 我们会发现 很多时候问题自己就会迎刃而解 当然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 它需要时间 需要实践 更需要一颗愿意不断学习和成长的心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挫折 可能会感到迷茫 但这一切都是成长的一部分 第三 内心的和平 有些人说 灵性高的人像是漫步在宁静的湖面上 即使湖水下有千万波涛 他们的心仍旧平静如初 他们了解到 真正的内心平和并不是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安排 而是一种内在的宁静 一种深刻的自我接纳 他们看到事物的本质 却选择以宽容的心态去面对每个情况 而不是急着揭穿或纠正 这不是因为他们无视错误 而是他们懂得真正的理解与成长 来自于给予他人空间 让他们自己也能察觉并学习 想象一下 当别人在你面前犯错时 你选择不止出来 而是用一个微笑 或者一个鼓励的眼神去回应 这样的行为 不仅能够缓解当下的尴尬 更能在不言中传递一种信任与尊重 这是灵性高的人特有的温柔力量 他们相信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道路上学习住 每个错误都是通往成长的一部分 因此他们选择用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 去接纳这个世界 当你放下对结果的执着 你会发现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彩 放下执着 意味着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 学会在不完美中找到美 并从中学习与成长 这样的心态 能让我们在困难面前保持冷静 即使是在极大的压力之下 也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 当你真正达到这样的心灵状态时 你会发现自己的感受更加深刻 你对周遭的世界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同理 这是一种超越了简单情感反应的深层平静 一种源于深刻自我认知的安定 想要达到这样的心灵平和 首先你需要学会与自己和解 认识到自己的不完美 接受自己的所有部分 这包括你的恐惧 你的疑虑 甚至是你的失败 这些都是构成你的一部分 都值得被接受和拥抱 当你开始与自己和解 你也会更容易接受他人 你会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奋斗和挑战 这样的认识会使你的心更加柔软 对自己和他人都充满了一种深沉的慈悲 第四 观察与反思 在探索灵性的世界中 我们发现有些人似乎拥有超乎寻常的平静和智慧 他们不仅看似简单的生活 还能在混乱中保持冷静 这种能力 这种深刻的内在平静 来自于他们对生活的深度观察和持续的自我反思 想象一下 面对困境时 他们不是立即反应 而是选择静观其变 他们透过冥想 日记写作或长时间的独处 学会了不被及时的情绪反应牵动 这种方式 允许他们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观察事件 并理解情况背后更深的意义 当大多数人可能会基于表达意见或评判 这些灵性高的人却选择沉默 他们知道 有时候最有力的言语 就是选择不发一言 在这样的沉默中 他们实际上是在进行深刻的内在对话 探索各种可能性并寻求更深层的理解 这种深度的观察和反思 让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 能够更加圆融和睿智 他们不仅看透了人性的弱点 同时也懂得如何以宽容的心态去接纳他人 这不是出于无知 而是一种选择 选择了解深层的真相 却也选择在适当的时候保持沉默 透过这种方式 他们能够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 避免无谓的冲突 他们懂得真正的理解和接纳来自于心灵的深处 而非表面的争吵和辩证 这是一种成熟 一种对生活深刻理解的展现 他们的这种行为模式 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种启示 学会观察 学会反思 不仅是对自己情绪的掌控 更是一种对生活更深刻的体验和理解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 不必急于反应 不必急于判断 而是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 深入地理解情况 然后再做出回应 这样的过程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内在平静 也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找到更多的和谐 透过这样的反思 我们也许能更好地理解他人 更有效地沟通 并且在困难时刻保持清晰的头脑 第五 现在的价值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对当下的尊重和珍惜 可能是最具灵性的表现之一 人们经常说 活在当下 但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人 其实并不多 那些真正理解生活意义的人 他们不会让过去的影子 或是对未来的期待 覆盖了当前的美好 他们知道 每一个当下都是独一无二的 是前所未有的 也是不可负得的 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要学会放下 放下过去的错误 放下未来的担忧 只有当你的心无挂碍 你才能真正体验到当下的宁静与美好 这不是说不计后果 而是在每一个决定和行动中 都全力以赴 因为你知道 这一刻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刻 当你开始珍惜当下 你会发现生活中充满了值得感激的事物 哪怕是一杯热咖啡的香气 或是窗外随风飘落的一片叶子 都足以让人心生感激 这种感激不仅仅是对事物的欣赏 更是一种深刻的生活态度 每当你感到感激时 你就是在与这个世界建立一种积极的联系 接下来要学会专注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专注变得尤为难得 手机的通知 电子邮件 社交媒体 无不再抢夺我们的注意力 但当你真正专注于当下 你会发现自己的效率和创造力大大提升 不仅如此 专注还能让你更加深入地体验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从而获得更多的满足和快乐 然而 尊重和珍惜当下 也需要勇气 要勇于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和变化 不逃避 不隐瞒 即便是面对困难和挑战 当你接受当下的一切 无论是好是坏 你就已经在走向内心的平和与强大 这种平和不是表面的冷漠 而是一种深知生活起伏无常 却仍能保持内心稳定的智慧 实践这样的生活方式 你会发现 不仅你的生活质量在提升 你与人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和谐 因为当你从内心尊重和珍惜每一个人 每一个时刻 人们能感受到你的诚意和尊重 这自然会激发他们对你的相同反馈 第六 自我超越 当我们谈论到灵性 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冥想 瑜伽或是某种宗教仪式 但其实灵性更深的层次 涉及到我们如何与这个宇宙的秩序相连接 如何超越自我 想象一下 有一种能力可以让你看透事物的本质 但却选择不去揭露或评判 这不是无知 也不是逃避 而是一种深刻的智慧和对大局的理解 高灵性的人拥有这样的智慧 他们了解到 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控制别人 而在于控制自己 他们知道何时该说话 何时保持沉默 这种能力 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自我超越 是对自我的深刻了解与控制 他们不是没有看到问题 而是选择了一种更高的应对方式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常常会遇到挑战或是困难 有时候 我们可能会感到被冒犯或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此时 如果我们能够从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 我们的反应会如何改变呢 高灵性的人会选择一条不同的路 他们不仅看到了问题 而且看到了问题背后的因果和脉络 他们了解 每一个事件都是宇宙秩序中的一环 每一个矛盾都有其存在的意义 因此他们能够以一种更宽容 更和谐的心态来处理这些问题 这种超越小我 追求大我和宇宙和谐一致的生活方式 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一种理想 但实现这一点 需要深刻的自我觉察和不断的内在修炼 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状态 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高灵性的人对生活有一种深刻的承诺 他们致力于内在的和谐和成长 他们每天的选择和行为 都是基于这个更大的目标 这可能意味着放弃及时的满足 或是面对更大的挑战 但这样的生活方式带来的 是一种深远的平静和满足感 当你能够超越小我的需求 与宇宙的大我联系时 你会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宽阔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